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這次來介紹的是天龍八部二手遊 天龍八部二手遊的風色我也磨索一陣子了 該來做這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我研究的結果了 這次先來談談遊戲中的職業 遊戲中有六個職業 這次先來談談兒媒跟武當這兩個職業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謝謝! 此外,還有好康的報大家知道 現在天龍八部二手遊雙平台正在事前預約中 可以抽iPhone、PS5、iPad等獎勵 目前還開放了天龍三爭霸的活動 加入陣營後不但能領取陣營禮包 三個陣營都各設有賴群組 能跟國動、統神、丁特在群組內互動哦 7月31日還有官方直播可以看 好康六就要到這 大家要記得去事前預約哦 先來談談兒媒 兒媒是遠程的內功角色 從左上角的圖示可以得知 這個職業是屬於團隊型的角色 其他例如輸出、爆發都是中等 而機動性是最慢 在所有職業裡算是最均衡型的職業了 再來看兒媒的武學 這邊先來談談遊戲中確定搬入兒媒派後 擁有了六招武學 首先第一招是貂蟬敗月 這招是基礎的普攻沒有CD 若其他技能都要集中時 就只能靠這招輸出了 第二招是九陰白骨爪 這招是單體傷害 主要是附加流血 可以讓對方受到持續傷害 但缺點是CD較長 要40秒 第三招是陳魚若燕 這招也是單體的傷害 主要讓對方減速 當被技戰貼近危機時 可以利用減速拉開距離 用了好就有機會救命 而且CD12秒不正常 還算不錯的招式 第四招是修養生息 治療技能 而且還可以幫忙小隊成員回血 算是不錯的群補技能 第五招是墨守如星 輔助技能 幫助隊友提高內攻與會心防禦 還能幫忙有守心且血最少的隊友回血 算是蠻不錯的輔助技能 最後一招同門相助 這招就是比較特殊的招式了 同門相助這招不是施放攻擊技能 而是召喚出一位小師妹 小師妹會幫忙放輔助技能 但因為這招CD長 小師妹又只會存在15秒 所以施放的時機就很重要了 接下來介紹幾招後面才能拿到 但為什麼而沒會稱為團隊型角色的武學了? 首先是佛光普照 這就不多說了 群寮 再次起死回生 幫隊友復活 接下來是繁花式井 隊伍成員防跟血增加 最後是白鳥嘲諷 也是群鳥 但要在輕功狀案下放 這招可以很明顯看出 不是補血 就是復活或加團體狀態 都是幫助隊友為主的技能 所以俄眉是團隊型角色就當之五愧了 算是成就大局型的角色 若喜歡玩普世的朋友 可以選擇考慮俄眉 再來談談武當 武當也是遠程的內功角色 從左上角的圖示可以得知 這個職業是屬於爆發與控制型的角色 輸出與機動中等 防禦偏低 而團隊是最差 相較於上面的額眉 就是比較適合單打獨鬥職業 很適合我這種沒朋友的玩家遊玩 再來看武當的武學 這邊也是來談 遊戲中確定拜入武當派後 擁有了六招武學 首先第一招是八卦掌 這招是基礎的普攻 沒有CD 若其他技能都在吸中時 就只能靠這招輸出了 第二招是三環套月 這招是群體傷害並減速 降低怪的速度 可以拖著怪跑 降低被怪黏著一直打的風險 第三招是天外飛仙 這招是單體的傷害 機傷較高有100% 第四招是染卻尾 這招也是單體傷害 特性是附加昏睡 昏睡可能對NPC沒啥用 PP對人就有用了 先控住對方 等待自己的武學CD 或者拉開以軍戰角之間的距離 況且這招機傷非常高 也帶有大量增傷 算是輸出非常高的武學了 即使用不到昏睡 也是一招高輸出武學 第五招是天鋼北斗 這招會在敵方旁召喚見證 會帶有群體傷害 若對方2.5秒後沒脫離範圍 就會被風穴一秒 這一秒對方無法操作 打怪一秒可能沒啥 但打人有時就這一秒就分勝負了 但這招CD也長 要是10秒 若阿當勝負手的話 就得看放了時機了 最後一招真五七結陣 這招也是召喚技 但相較於耳美的小師妹是出外輔助 武當這招就是輸出技了 一共會出現四隻同門幫忙輸出 傷害也很可觀 不愧是爆發型的角色 瞬間技能爆發力都很高 一樣來介紹後面幾招比較特別的招式 首先是盧峰勢壁 控制招 再來是白鶴亮刺 短期增傷技能 接下來是斜飛式 暴擊後增傷 再來是刺激待發 直接清空技能CD 可以把技能放完後再放這招 之後再放一輪技能 最後是真五劍爵 機傷超高的大傷害技 這五招可以很明顯看出 跟耳美走團隊不同 武當就是拼本身爆發力的門派 團體類的技能非常少 都是高輸入技比較多 如同懸角那邊鎖視 爆發控制多 團隊很低 可能比較適合喜歡單打獨鬥的玩家 天龍八部二手遊中 耳美跟武當的職業就介紹到這 再次提醒大家要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旁的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送資 並歡迎大家來我的遊戲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 想玩遊戲的朋友 可到天龍八部二手遊官方粉絲團 官方現在有遊戲代言人林志穎的相關活動 可以去參加活動獲取獎品 雙平台也開放預約囉 支持一下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